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学习音乐平均超过十年 并且在水平上 接近专业水准的 合唱团的基本配置 首先是我们BBOX声部 姚总监 吴科长 这个声部最大的特点是 低音浑厚 节奏感强 姚总监 你刚才这个调是不是太低了 还低 我这C大调 你这搬梯子了 上不去了 我想你这也是 那个节奏都是乱的 三年级以后 音乐课就没几个过了 那这样 你俩BBOX吧 反正是伴奏 好 乱了也没人听得出来 没问题 好不好 钟声部 级组长 江美 你可以把它理解成 男女声二重唱的这个配置 它的课点是 男声雄混 女声甜美 级组长 语部长 我是能唱终声部 但这不能代表我是中年人 我还很年轻呢 其实我可以唱那个年轻部 你放心吧 级组长 我那是咱们部门最小的 咱们就叫最小的声部 那不就叫小声部 小声部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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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特别需要介绍的 是我们的指挥 李天然 那个李天然你是真会指挥啊 我正经吃句子 像王伍佑老师学习过了 你看 一边三拍 一边四拍 组合起来 看见呗 他还能教这个 啊 这你别管 你就说我指挥的好不好 哎呀 你可只能这样啊 就他吧 我觉得挺好 就你吧 好嘞 死马当活马一吧 曾经师从国际著名的指挥大师 五六一 我和吴明氏呢 也都是人生的一部分 可能听不出来 凑个数 但是呢 最重要的一点 我们企划三步的人 很急啊 哎呀 姨部长你太谦虚了 没想到你们三步 人才积极 个个是身怀缺气